我們看一段VCR 這段VCR或許回答了一個台灣民眾面對口罩問題 有一個很大的大災問 到底是口罩之亂還是口罩之光呢 我們看一看 這個也是第一次用這個白白看 所以我想也許今天下午試試看 它能承載到最高是大 如果今天下午承載200萬都沒問題 有問題就出到沒問題 然後就來試試看 我現在就聽說這裡有很厲害的口罩實名制 就可以換成另外一個通路 所以我趕快來看 希望讓習慣於網路購物的人 能夠藉由這一個用網路來買口罩 那它也很方便 那政府也多一個服務 同時也讓民眾覺得說 我台灣這個不但口罩實名制是世界第一 又跟科技結合又能夠很方便 所以我是特別來聽 但是聽不懂啦 正因為不用懂才要拜託你們 不敢外行講內行 如果各位有什麼要求 我希望行政界做的 那我就不用答案 難道就躲定 那邊就做成功 要讓它很順 讓它好用 所以用成功就好 好包括蘇院長包括這個蔡總統 都去親自去這個所謂口罩的國家隊 去跟這些相關的這些人員 進行為問之意 OK我們來看一下口罩有一個最新的一個 實名制的一個配售制度 後天幾代禮拜四了 健保用這種APP或者是健保卡插卡下單 免排隊可以在網路上下單 那網路實名買口罩 可以到超商去領 可以省了一些這個排隊上面的一些不方便 的確有些老先生老太太 我以前在排隊看的很辛苦 那台灣的口罩產能 從一開始1月25號之前180萬片 到2月3號320萬片 2月10號390萬片 2月17號550萬片 2月24號660萬片 3月2號822萬片 3月9號920萬片 目前預定是3月16號 可以生產日產到1030萬片 那相關的新聞包括60台口罩機5號 5日前提前交機3號 事實上已經交機了 那下一波還有大概還有30台機台 可以交機 國家隊挑燈業戰力拼完成 那國家隊都是公主徹業未免 大幅縮短整個這個提產的時間 那有了這60台經驗 接下來月底前交機的30台 可以更順暢 是目前整個口罩生產最新的一個相關訊息 那我們國家的IT 負責IT事務的政委唐鳳 那也得到日本包括國會議員官方 甚至日本的東京都知事 小池百合子的稱讚 唐鳳出手救日本 幫他們買口罩APP 把它稍微修理一下 日本官員讚 感謝來自台灣的IT大臣 近期台灣的防疫政策 在日本引起相關大的關注 其中扮演防疫關鍵的數位政務委員唐鳳 在日本網友間引起討論 對此現任的東京都知事 小池百合子 也公開感謝唐鳳 消息一出 讓不少台灣的網友大戰不疑 Uncle 口罩來聽一下你的說法 口罩的問題要分開兩個層次 一個到底需要不需要戴口罩 那我認為米蘭 溫州 當時的武漢 那要戴口罩 因為你不曉得 去營營縱中裡頭水油病 所以口罩是給病人戴的 你知道嗎 口罩是要避免自己把病傳給別人 而不是說我要去防止人家傳給我 我們現在大部分人戴口罩 是第二個觀念 第二個觀念是不健康的 第二個觀念 怕我傳染給別人 應該是這樣 所以洋人都說 如果你自己覺得有病的話 你就留在家裡 不要出來 所以那個時候不戴口罩 也沒有關係 你在家裡戴口罩 就怕傳給親人 你的親人 那現在整個鞋韻車上 通通戴口罩 只有我沒戴 那有人就跑 人家說你怪叔叔的 人家來問我說 陳大佬你真的沒戴 我說我當然沒戴 要不然我就原型不一了 所以這個是過火的過度反應 我要問大家 你們戴口罩的人 你們想像中的那個 戴員的人在哪裡 有疫情嗎 你看我們一共到目前為止 我們去一共量了 篩檢了13600次 我們現在只查出來45個 45個 對不對 我請問大家疫情在哪裡 我請問大家病毒在哪裡 你戴口罩是在幹嘛 對不對 當然有一個附帶的效果 這一次我們流感的數目下去了 所以大家是在收到這個效果 就是流感的次數沒有去年多 OK 是是是 但是大家防武肺的病毒 是一種安心的作用 那這個我現在是在全國裡頭 我是少數 所以我就不再浪費你的時間 大家恐怕會罵我 那就算說大家都需要 大家都需要 那我們也是不說一開始就做得好 因為我們一開始的時候院長 崩潰鬼說沒問題 那後來就覺得不夠了 因為大家都要 那後來就又有說到超商買 超商不行就改為這個 這個健保藥局 然後就實名制 然後現在20.0 這個一路走來也是 邊做邊修 邊做邊修 但是畢竟我們的成功在哪裡 我們的成功就是我們的工廠 那本來不賺錢的 本來已經半休息狀態的 那些生產線了 你叫他復工 他就馬上復工了 這個老美大概沒有這樣的生產線 老美好少不要了 丟了 那落後國家也沒有這樣的生產線 所以我們剛剛好 我們有生產線 即使不用也沒有丟掉 那我們要復工都很快 這點是我們的優點 但是我還是要必須再強調一下 這個很快的 這個1000萬的那個要到了 所以口罩已經不成問題了 要戴是你的自由 我沒有意見 這沈醫師的回應了 口罩單價更高 如果現在用網購的話 你說運費又加下去 口罩是不是變貴了 物流費民眾自行負責 越不會越貴了 有老百姓提出這看法 那李萊希同學 他說口罩之亂從來沒有歇息 搞到佩吉你還在吹牛 他直接挑戰書成長書院長 那我先回應一下這個李萊希同學 這魯賓遜漂流記一段話 這我們弟弟最近讀 他抄給爸爸 他說我們老是感到缺乏什麼東西 而不滿足 是因為我們對已經得到的東西 缺少感激之情 要讓大家滿足 保證滿足不了 但是能夠勉強 勉強 我用最低標準 調度到這個情況 或許多點感激之情 這不是幫民進黨講話 是這個國家對真的是不簡單 王媛你看這個議題怎麼不看 對我覺得口罩的議題 當然一路其實這個民進黨 是一直在做修正 那我覺得台灣的民眾其實也很包容 就是說因為在這樣的疫情 當前的情況底下 過去我們口罩是靠進口 我們並不是自己大量生產的 所以我覺得民眾也可以體會 這個時候的缺乏 可能有他不得不的理由 所以即使排隊 你還是可以看到 我們改成失明自治後 每一個人還是要花很長的時間 就是上街去排隊 排隊的人潮還是高的 所以行政院才會在想 這個年輕人的確沒有辦法上班 上班族都沒有買到 所以呢就是開始推這個網路 所以我只能說在口罩的這個議題上面 你說台灣已經100分當然不可能 但是台灣有沒有60分一定有 但是這個缺的部分就是政府 怎麼樣不斷的再去做一些修正 譬如說他現在口罩還是看到那個問題 如果既然我們現在量已經衝上來 你為什麼還是是每個禮拜三片 用排隊或者是網購 你現在的量 你為什麼不能調整那個週期 就是說拉長一點 然後一次 譬如說拍一次對 我就可以領到五片或六片 兩個禮拜 六片或是五片 就是你讓每一個民眾 他浪費那個時間 我每個禮拜都要來一次 有的人可能一小時兩小時 兩個禮拜他就是四個小時 那這個可不可以調整 如果說其實像我們有唐鳳這樣的人才 他透過系統的設定 他可以改為是兩個禮拜一次 你這個貨源也已經夠 為什麼不可以把那個間距拉長 這個是很多我聽到現在 一線的 那天那個鑰匙公會 全國聯合會的理事長 也認識說 你如果排隊 不如排一禮拜 可以拿兩禮拜分 他如果搶排 我們搶包 類似我想說這個建議 也請他們跟這個 疫情中心做一些溝通 而且他現在如果 已經要推這個網路超商取貨 其實大家也算過說 你為了三片 然後再加上這個物流的費用 你加起來可能是double的成分 那你為什麼不能 就是我只要網購一次 我購買我足夠 我可能半個月的分量 我就點一次 然後我的那個單位成本也可以下降 就是物流成本只要一次 就每一次固定成本 它的效率可以提升 對 我不曉得行政團隊到目前為止 為什麼沒有往這個方向去思考 但這是很多基層 一般民眾都看得出來說 這樣子調整好像會更有效率 然後這個減少排隊 或者說你如果即使是網路購買 你可以減少每一次的 這個物流成本 上網的時間 那我是認為 我們有這麼好的科技人才 我覺得唐鳳在這次 還是扮演一個蠻關鍵的角色 運用科技來解決一些 我們這個口罩的問題 那應該整個行政團隊 還是可以去思考 我把這個減少民眾 使用不必要去排隊的時間 既然量已經可以衝到千萬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情應該是可以做 之前我覺得他不敢做的原因是說 量不夠 對量不夠 說我透過排隊我自動刪除掉一些人 你不願意排隊就給萊加倍 但是你現在是量已經夠 把間距再拉長一點 就是減輕民眾的困擾 我覺得這個是行政院還可以去努力 我今天會做一個採訪 我採訪一下行政院的副民主黨何佩山 因為目前我所知道 有關這個口罩總量做各種的 譬如說零售通路銷售 戰備儲存 包括要給國軍部隊 我大概跟他溝通一下 譬如說像國軍部隊的那個戰備 所一定要維持充足 醫療院所一定要充足 他說目前只是個最低標 或許政府部門希望說 可以從最低標提高到一個 更高的安全標準 我們做一個想像 假設F16的戰術聯隊 有一位飛行員不小心有確診 哇那還得了 整個聯隊通通都要停飛 我想這個對我們的衝擊也是非常大 另外一個新聞是 這個聯合報 他的重磅快評寫一個標題 這個你們就不要評論 因為得罪一個大媒體 我是不怕死 重磅評論說 只見經濟部長邀功 誰可憐那些國軍淪為口罩奴才 國軍阿佩哥去幫忙包口罩 他先把中央社罵一頓 說中央社你大捧部長沈隆金 形容他是經濟部最強的歐機上 國家隊幕後的推手 沈部長照下大功 你怎麼罵他 你認為中央社給他什麼過度的overplace 過度的稱讚 我沒有問題 但是後面這個我有意見 不過吹噓口罩產量後 有一個被外界忽略的事實 國軍官兵24小時進駐各工廠協助生產 至今已超過一個月 隨著新生產線的增設 資源能力也不斷上升 先前媒體就已經披露 負責這項公差的國防部 後備指揮部 部分單位已經捉襟見軸 甚至曾經出現 連長與一等士官長 都得親自戰衛兵的奇警 你用奇警 我完全不同意 這是光榮 我們基層連隊阿兵哥去幫忙做口罩 防疫視同作戰 軍人就是在打一場什麼 防疫的戰爭 這怎麼會是奇警 這是光榮 吳斯文還背後寫 我不知道寫了 你說稱讚這個審部長 這我沒意見 真的也不要太神話任何人 但是這個怎麼會是奇警 我們再看看我們的一個聯友叫王湘君 他說軍人應該寧願坐著製造口罩 也不想到方艙醫院抬屍體去燒吧 你覺得這句話聽起來很突兀 難道就是個老百姓最基本的看法嗎 我現在可以幫國家 幫需要的人做點口罩 難道非得說口罩沒有 大家上街頭你打我搶我罵我鬧 疫情失控了 我們去抬屍體吧 但抬屍體是個很誇張的比喻 這就是人民一個最基本價值觀的取捨 你們是在幫國家打仗 雖然你不用拿刀 你沒有拿槍 但是你們做的不是奇警 是一個光榮的戰役 我絕對給你們按個讚 我對這個重磅快評重角度 我非常不以為來 事情的看法呢 本來就是軍人保衛國家 現在不是正在做保衛國家的事嗎 那沈榮金有沒有很厲害 有啊他就真的很厲害 他就自己一個機上 親自跑去吊馬達啦什麼的 就是他在寫 因為他工業局出身 他最清楚這些商家 那所以他可以在中間做橫向的串聯 厲不厲害 我覺得非常厲害 口罩這件事情 倒也不用管什麼 聯合報的這種重磅快評 或者是李萊希的冷言冷語 做得好不好 國際上面都知道 如果做不好 大家為什麼要學 為什麼要學一個很爛的地方 就擺明了我們就真的做得很好嘛 那別人要學我們 然後別人還學不來 那證明什麼 證明我們就是比人家強了好幾倍啊 那這件事情 還有什麼可以炒的呢 然後口罩的購買的過程當中 做的修正 當然是一件好事啊 總沒有說我一直很堅持 堅持到一開始的那個樣子 因為不能修正 因為修正代表我錯 不會啊 我覺得這個政府知道哪邊該修正 所以趕快修正 這件事情不是人民之福嗎 畢竟這是一個國家的事情 這是一個整個國家不分朝野 不分哪一個政黨 所以我覺得這種時候還想要刷存在感 然後弄一些這個做政黨打擊的事情 我都覺得好沒水準 好沒格調 因為我和你和我們邀請 我和你當有什麼地方 是真的 我和你也不信用 好一句話 我和你相關 我和你不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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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不信用 我和你不信用 你不信用